他是不是平时也特别像是 特别懂事 有一天我们上钢琴课去 路过一家麦当老店 那里放着音乐 他就听见音乐了 这哪放的 我说麦当老店 他说我想吃 我就知道那碗挺贵 没吃过嘛 我说那我带你看看去吧 去了以后 服务员就说了 说今天有活动 能买两份 后来我说那我就 我就买一份吧 我没带那么多钱 拿上来以后 浩浩说我不吃 我说哎 我说你要了 你怎么还不吃 你不是说你要尝尝吗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 妈妈不给你要的 当时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是母亲节 我都不在乎这个母亲节 完了当时服务员都哭了 他说妈妈问你 我给你要的 我不想吃 你吃吧 就这样后来 我哪敢舍得吃 我说那就咱俩吃吧 但是我浩浩才八岁 嗯我才八岁 就是这个母亲节 浩浩您一直记在心里 以前就是 上学的时候 可能听老师说的 我应该是 就说那天是母亲节 然后我就记住了 所以浩浩 你很不幸 你的眼睛看不见 天地间的光明 但是你很幸运 你有一个天下最好的妈妈 我认为上天 的确是光不醒了 他那个 虽然让我眼睛看不见了 但是给我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我认为对我来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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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